第2581章 道仰地狱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这一路 再无言语 两大仙人今夜四世很闲 一左一右 把夜城户在中间朝一座山峰而去 并非他俩闲 而是想看看那丝地狱 夜里 勤奋修炼的华山弟子依旧不少 山间小道的石头上多有弟子盘坐 见三人走来 以为看错了 一愣之后 才慌忙下来对两尊大仙行礼 继续修炼 华山真人笑着白手 带他们走后 众华山弟子才聚首 愕然地望着那方 他 应该就是让道经认主的那个 还真是个小石头经 不过 不是个灵虚静吗 撒成圣人了 难不成 一日破四境的 便是他 弟子们 你一言我一语 说个不停 难掩的是惊义 总听说有个小石头经 惊夜得见 果是不凡 看两尊大仙的神态 对他 也不是一般的器重 亲自来送 这是多大的面子 这边 夜城三人已上了一座山峰 此山峰名为赤燕峰 为夜城专属山峰 赤燕峰虽是不大 却极为不凡 山如其名 自远方望去 便如一团烈烈燃烧的赤色火焰 于夜下 颇是醒目 不等靠近 便有一层层炙热的火浪 迎面扑来 有意思 夜城还看 眸光深邃 赤燕峰炙热 外人瞧之 必以为其内有真火 实则不然 之所以有烈焰 是因道运 还是一股炎之道运 才呈现了此等异想 此山 日后便是你之修炼洞府 华山真人孝道 今日且好好歇息 明日转一转华山 无大事 便没出华山 谢前辈 夜城拱手 自知真人寓意 不让他出华山 是为安全着想 无需去看 便知山外有不轨之人暗藏 就等着他出去 就等着抢他到京呢 只是 华山真人的担忧 实属多余 此乃散仙界 有境界压制 圣人境便是巅峰 而他 便是圣人境 极为能打的圣人境 想从他这抢走到京 来一两个都不好使 起码得拉一支军队过来 而且 那支军队 最起码得是华山仙子 这个级别的 就这 还不一定打得过他 纵打得过 也捉不住他 华山真人与华山仙子走了 明面上是走了 其实都在暗中关注 一是看夜晨帝孕语到京 而是看着这小石头 别一步留神跑出去 外面那帮人 可凶得很 夜晨已拎出酒壶 在山上晃悠 山巅 有一片紫竹林 竹子掩映的深处 乃是一排竹房 颇是幽静 除此之外 林花一草和林果树 栽得满山皆是 有仙气萦绕 生灵力磅礴 龙的整个赤焰风 阴晕朦胧 一壶酒下肚 他盘在了老树下 取了一截木头 一手握着刻刀 安静静地刻着 一刀一顿 刻下的每一笔 都是一抹道运 暗中窥看的 华山真人与华山仙子 神情不免错愕 得了地狱与道经 不好好参悟 静歌那刻木雕 你是有多闲 只是 他们并不知 夜晨已再参悟了 一边刻木雕 一边参悟道经 一个修身养性 一个窥探大道 道经是真的不凡 融入地运的道经 更加不凡 地运 道经 他知道 已然融为一体 他能轻易地触摸到大道 亦能自体内 寻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会是一个源泉 一夜无画 转眼黎明 清晨 天色还未大亮 夜晨变下了赤眼风 真真的听话 华山真人让他好好转转 他就下来溜达了 华山不小 素有十万山风 主风颇多 每一风都是华山一脉传承 不用去问 便知风主皆是华山长老 传到寿夜 每隔一段岁月 各风都会有一场鄙视 出类拔萃的弟子 自有奖励会被重点培养 这便是宗门惯用的手段 以此来激励弟子修道 山间小道趋近通幽 夜晨缓步而行 是在转悠不假 却也是一路窥看 十万山风便是一座大镇 一座有十万镇脚的大镇 华山主风便是中心镇脚 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三分守护 七分攻伐 镇文密密麻麻 皆属地道集 能守能攻 固若金汤 如华山这一派 若放在诸天 也是一方诸侯 底蕴之可怕 更深圣地 强 一字吐露 乃是夜晨对华山的评价 也难怪不惧天庭 整体战力 或许远不如天庭 但天庭 想拿下华山 也不是那般容易 丑剑梅 就是他 融了道经 一日破四镜 还真是个妖孽啊 听闻掌教将赤燕峰赏给他了 不是一般的器重啊 很显然 已将他当作华山传人来培养了 仅道经认主 便足证明他之不凡 我若是掌教 也会是做香薄薄 夜晨这一路 惹了太多关注 无论长老亦或弟子 远远瞧见 便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有羡慕 自也有嫉妒 而更多的 还是震惊 道经认主 一日破四镜 仅这两个 整个华山 都寻不出第二个 若让他们知晓地蕴一事 必会被惊掉下巴 人才积极啊 弟子和长老在议论他 他也在看弟子长老 一路走来 见得特殊血脉 就不下上千种 有那么几种 还是极为逆天的 网络了这么多人才 活该华山明镇天界 他身后 颇多人跟随 有弟子亦有长老 只因道经在他体内 走哪都自带大道天鹰 极为玄傲 所过之处 连花花草草 都多了一抹灵性 弟子们跟随 多是想误导 对此 他并不吝啬 大道天鹰外现 结的是善缘 拐过一出山脚 他又一次试了周天 在推演上关羽的命格 虽是风雨飘零 却是无性命之忧 此刻的阴明 满脑子都是道经 可没空折磨上关羽 这期间 会有一段岁月 而这段岁月 便是他成长的空间 不作则已 要做就干脆利落 实力不济 也不会上天庭找刺激 说话间 他定身在了一座阁楼前 如山月一般庞大 气势辉弘 磅礴威娥 自下道上 拢共分了九层 此乃华山的藏经阁 其内多有介绍天界的秘卷 极为详细的那种 他来此 自是要研究天庭 以为日后做准备 看守藏经阁的 乃是个熟人 便是先前 要拿二十米大刀 砍他的胖老道 道号地缘 是为了原真人 与华山真人一个辈分 夜晨进来时 那祸正趴在桌岸上睡大觉 呼噜声如雷震 整个藏经阁 都一颤一颤的 一身的肥肉 咋看都像一坨 感觉的有人进来 地缘真人醒了 瞥了一眼夜晨 眼神顿得亮了 当即伸了手 道经请出来 给俺瞧瞧 好说 夜晨笑着 请出了道经 主要是看地缘真人顺眼 跟庞大川纳斯有一拼 慈眉善目的脸 踹一脚 感觉贼好的说 地缘真人笑得乐呵 麻溜接了道经 瞧了一眼 眉毛不由挑了 而后微眯了双眸 嗅到了地缘气息 而且 还是他华山的地缘 一时间震惊不已 夜晨只笑不语 转身走开了 藏经阁第一层 颇是庞大 秘卷一颇多 但多是没营养的人文地理 第二层乃低阶功法 第三层乃中阶秘书 第四层 就上点档次了 乃阵法造诣一门 第五层便是仙法 并非地道仙法 他一路来了第六层 一眼望去 秘卷多不胜数 书架上摆得满满的 每一部书都颇为古老 不知传自何种年代 他随意取了一本 乃是介绍天庭关接的 再取一本 便是介绍天规的 除此之外 天庭众仙家的资料 在这六层藏经阁中 基本都有 介绍极为详细 祖宗十八半 都给人拎的门清 一瞧便知 华山的情报工作 做得还是相当好的 紧到第三层 上面三层 五掌教首肯 静止入内 下方 传来的原真人的话语 无须他说 夜晨也瞧见了 六层通往七层的光门 是有静止的 他也没空往上面去瞧 魂不在意 他看中的 还是天庭的秘卷 一瞬 他画出了三千分身 奔向六层各个角落 既是寻资料 要的便是效率 人多便是效率 总好过他一人翻看 藏书阁宁静一片 先有人来 纵是来 也是多是下面五层 寻修炼功法和秘书 而那些弟子 多是新加入的 走哪都是新起的 难得安静 夜晨乐的自在 蹲在书架下 一步接着一步地看 已非一幕十行 是一幕一书页 刻入神海中 带回去慢慢消化 力求把天庭研究个顶透 准备工作得做好了 下方 地缘真人画出了分身 已看守藏经阁 至于他本尊 已堕入了悟道状态 道经不是没见过 但都已消散 如这般存在世间的道经 真正的玄奥 而且 还是融入了地狱 又是一日 他未醒来 夜晨也未下来 直至第二日清晨 才见有人入第六层 或者说 是有人从第七层下来 路过第六层 乃是一紫发青年 身着弟子道袍 眸若星辰 黑发如铺 能见异象还身 四隐若现 特别符合气宇宣昂的气质 他的出现 使得夜晨不由测了眸 因青年的血脉 乃是太极真体 与转世的柳翼 属同样的血脉 他看时 紫发青年也望了过来 神色淡漠 难掩的是轻蔑 也仅匆匆一瞥 便下楼去了 并未见过夜晨 也并不经意 华山论道总会网络外界人才 他已见怪不怪 我很弱 夜晨撇嘴 又继续看书 不知那紫发青年 哪来的自信 一个轻蔑眼神 让人颇事不爽 老大 你西夫画像 一方角落 传来一声呼唤 闻言 夜晨顺身而至 入眼 见一分身 正握着一幅画观看 看得眸光溢溢 只因画中女子 生得太美 看得都出神了 再看画中女子 与楚轩楚灵 生得的确一模一样 乍一看 就是一个人 夜晨走来 一巴掌 把那分身送回娘胎了 带拿过画卷 夜晨神情有些奇怪 曾在陈堂关买过一幅 与这一幅 颇事相像 看其笔运 该是同一人所画 莫偷懒 夜晨随意嘱咐了分身 便拎着画卷下去了 下方 地缘真人本尊 还搁那盘膝悟道 倒是他的分身 颇事悠闲 翘着二郎腿 搁那嗑瓜子 那叫一个惬意 再配上俩丫鬟 真就更具意境了 哟 看完了 队员分身笑道 长老 此画中女子 你可认得 夜晨摊开了画卷 不知 乃画山师兄所画 他该是知晓 谢长老 夜晨收了画卷 转身走了 得找画山真人聊聊 他有一种感觉 那便是画上女子 与楚轩楚灵有关系 方出藏经阁 便见一人挡道 拦了他的去路 那人 仔细一看 可不正是紫发青年吗 先前在第六层见过 还给了夜晨一个轻蔑的眼神 此番拦路 未见善意 的确 紫发青年来者不善 他多日在藏经阁悟道 出关之后 听闻的便是画山论道一事 道经经认主了 且对方还是一个灵须静的石头精 在一日之间连破四镜 自认天赋其高的他 自恃不服 他的身份 该是不简单 已经出现 惹得太多弟子瞩目 特别是女弟子 美眸连连 看得如痴如醉 一脸的花痴香 华阳师兄何时出关了 修为又精进不少 画师兄天赋在散仙界 是排得上名的 这般成就 意料之中 拦了小石头精 这是要干价 未来的弟子们 议论声颇多 远远望着 指指点点 连地缘真人本尊 也危险了眉毛 侧目瞥了一眼 便又闭眸 很显然 这是要干价 但他 没准备管 或者说 想瞧瞧夜晨的实力 被道经认主 一日破四镜 该是有两把刷子 小师弟 能否切磋一二 华阳弹道 看夜晨的眼神 依旧是轻蔑 眸中的僻逆之色 眼都掩不住 在散仙界 能让他忌惮的同辈人 着实没几个 而夜晨 并不在其中 好说 夜晨一笑 上下打扫梁着华阳 在找下手的地方 先看看一巴掌 打到哪个部位 能把这个帅哥 一路送上太空 本章完 第2582章 但一闪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藏经阁前 越多弟子闻讯赶来 主要是夜晨风头太盛 而华阳名号也太大 以为华山真传 以为道经任主者 俩人要干架 紧听着都新鲜 正日修炼悟道 枯燥乏味 如今难得有节目 岂有不看之理 于是乎 往日冷清的藏经阁 今日颇热闹 莫说空旷之地 连小山头上 也都是人影无央 垫脚探头地看 老大 在你看来 谁更能打 藏经阁中 本缘分身揣起了手 这思也是一个忠实的看客 还不忘瞟了一眼本尊 帝缘本尊未开谋 神情已代表一切 华阳明面为圣人 实则乃准地 纵这散仙界压制修为境界 也抹不掉这个事实的 心境的圣人 与压制到圣人的准地对战 可想而知 连他都这般认为 更没说外面的弟子了 本身圣人与被压制到圣人的准地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同为圣人 傻子都知谁弱谁强 依旧聚来观看 是想瞧瞧 这被道经人认主 一日破四镜的小石头 究竟有多少实力 我赌一招 小石头完败 不能吧 好歹是道经认主之人 会这般的不堪 华阳师兄 可是一尊准地 弟子们议论纷纷 还未开战 便已定结果 嫌有人看好叶晨 天赋是无庸置疑 但毕竟是心境圣人 战力有限 嘈杂声中 华阳微微抬了手 竖了一根手指 不是吹 他眼中都无叶晨的 真正的目空一切 屁腻之光璀璨 竖一根手指的寓意 昭然若揭 一招打败你 叶晨也懂事 也跟着竖起了一根手指 众弟子挑眉 不知这根手指是几个意思 不浪费时间 华阳弹道 顺身消失 在现身 已是叶晨身前 一记灵天掌刀 刻满了古老撰文 威力还是很霸道的 能将叶晨生批 同届的修士仙人 先有人能扛住 叶晨只消未动 身体却在那一瞬 化作虚幻 你 华阳骤然色变 一掌劈空了 竟不知叶晨 还身负这等逆天掀法 显然是空间掀法 能化实为虚 他是劈空了 可叶晨攻击 却有效 用的便是那根竖起的手指 弯成了钩状 对着华阳的脑门 来了一发淡一闪 而后 便见众弟子们 齐齐养了眸 俩眼珠子左右摆动 是目送华阳飞出去的 如一道流光 掠过了千山万水 划过了乾坤阴阳 砸向了远方 一发淡一闪 贼酸爽地说 梁九 才闻一声轰隆声 无须去看 便知盗飞的华阳 撞在了一座山上 将一座俊俏的山峰 撞得轰然崩塌 梁九 藏经隔前都静得可怕 包括那地缘真人在内 所有人的嘴巴 都是半张着的 整个人都石化了 一脸的猛逼 他华山第一针船 货真架实的准地 竟被一星进圣人 一直给弹飞了 无法无天 三五秒后 才见众弟子晃过神 又齐齐望向了夜尘 那一双双的眼神 已是难以形容的震惊了 这祸 开挂了吧 有人张了张嘴 猛吞着口水 一指弹飞一尊准地 他是有多可怕 身负到今 一日破四镜 果是逆天妖念 议论声又起 此起彼伏 震惊声 唏嘘声 则舌声交织 连成了一片海巢 他们眼中的小石头精 俨然已成了一个怪物 此刻 他们才知 夜尘竖起那一根手指 是几个意思了 意思就是 用一根手指 在一招之内 将对手甘拜 事实证明 他那一根手指 还是很好使的 一发弹一闪 真在一招之内 将他华山的第一针船 一指弹飞了 夜尘吹了吹那根手指 已迈开脚步 直奔华山真人山峰 接华山弟子 他自是留守的 他若想灭华阳 一招足矣 望着夜尘背影 众人眼神都变了 已成敬畏 见过强的 没见过这么强的 见过妖孽的 没见过这般妖孽的 藏经阁中 地缘真人之神情 越发精彩 至今还未恍过神 华阳的战力 他是知道的 有越级斗战的资本 谁曾想 竟被一个心境的圣人 一指弹飞了 老大 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地缘分身乐呵呵道 也是一个叛逆的主 见本尊神情精彩 莫名的小爽 方才说那般笃定 却是被啪啪打脸 地缘真人未有言语 不可否认 他看走眼了 何止他看走眼了 暗中关注的华山真人 也久久未回过神 道经认主 他早知夜尘不会弱 却不知这般强 难不成 是地道神运的缘故 华山仙子轻语道 华山真人一笑 地运不在他身上 这话 听得华山仙子颇震惊 未动地运 都能一指弹飞华阳 这若有地运助威 岂不是更逆天 多半秒的华阳 最猛逼的还是华阳 躺在碎石中 老半天都没起来的 不知 是被一指弹猛了 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神海翁隆隆的 头颅直欲炸裂 心神已然混乱 分不清真实虚幻 他败了 真败的一塌糊涂 所谓的高傲 所谓的血脉 所谓的修为 所谓的道运 都不抵小石头的一根手指 这边 夜尘以怀揣着画卷 上了一座山峰 此峰名为乾坤峰 乃掌教专属 亦是华山除主峰之外 最大的一座山峰 既是掌教专属 自是不简单 满山皆是道运 仙气龙木 更有飘渺天音响彻 生灵气极为磅礴 则则 顺着石阶一路上来 夜尘咋舌不断 此山中郁郁的灵花溢草 生灵力澎湃 皆为极品中的上品 乃天然的灵草原 哪个炼丹石瞧了 都会心动的 好似知道他要来 华山真人以主插等待 同在的 还有华山仙子 整日腻在一起 若说他俩没点特殊关系 鬼都不信的 搞不好 夜晚还睡一张床 夜尘上来了 一眼望来 眸光更是雪亮 然 他瞧得并非真人和仙子 而是他们身后的一片阴暈之地 运有一株仙物 乃传说中的仙灵之花 他自成异象 花叶皆仙气萦绕 晶莹剔透 蕴含极为磅礴的晶圆 如这等仙物 在诸天是绝技的 他之所以眸光发亮 是因那仙灵之花 也是炼制九转还魂丹的一味材料 而且 任何一种材料 都不能能替补他 所以说 无这仙灵之花 他便炼不出九转还魂丹 好东西 夜尘舔了嘴唇 已有当场开墙的架势了 而后跑路 自认无人追得上他 为了宝贝 坚决不要脸 不过 这个念头很快便被打消了 华山对他不薄 这般抢人宝贝 未免太没节操 还是正常忽悠 过来叫好 可看够了 华山真人笑道 被这小石头逗乐了 倒是不傻 还知道那是宝贝 那可不就是宝贝吗 已孕育了千年之久 每日必用盗孕和精华呵护 连他都市做珍宝 夜尘甘笑 一步跨来 取了自藏金格带出的画卷 一同取出的 还有从陈堂关买来的那一幅 稍有眼界的人都知 这两幅画出自同一人之手 画得唯妙唯俏 华山真人微微挑了眉 这两幅画 的确是他所做 其中一幅是早已遗失了 不成想 竟在夜尘的手中 添翼吗 前辈 你所画之女子 是何人 夜尘试探性问道 华山真人笑看夜尘 为何对他这般感兴趣 好奇 夜尘笑道 华山真人自不幸 抿了一口古茶 悠悠说道 做这两幅画时 老夫还非华山弟子 初入修到不过百年 那夜天有意向 朦胧间能见一女子倩饮 如梦似幻 美丽至极 便提笔作画 描绘她之神姿 算算年月 已有两千多年 至今 老夫由不知她为何人 上天下界 也从未听过她 夜尘听得皱眉 连华山真人都不知其为何人 那这画中女子之来历 就颇为神秘了 此事还得去盗阻才知 小家伙 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能否告知 华山真人默然开口 一语饱含深意 目不斜视 期望准确答案 小石头惊一个 夜尘呵呵笑道 华山真人一笑 未再多问 夜尘不愿说 自有她的道理 前辈 你那仙灵之花 卖不卖 夜尘搓了搓手 一句话 又把华山真人逗乐了 那传说中的仙灵之花 岂是能用钱财衡量的 纵老夫想买 你买得起吗 我欲用她炼丹救人 夜尘眼神 颇是真挚 炼丹 华山仙子一语诧异 你是炼丹师 略有研究 能炼出几闻 华山仙子笑道 该是不会比前辈的 夜尘笑了笑 早在华山论到那日 便知华山仙子不止修情道 还是一个炼丹师 且身负的火焰 还是一种鲜活 小家伙 莫好高无远 华山仙子轻语一笑 前辈莫小看我 夜尘说着 还整了整衣领 如此 莫不如鄙视一番 华山真人捋了捋胡须 若赢了师妹 仙灵之花 你可随意取 若输了 道出你之来历 当真 当真 得嘞 PS 国庆节快乐 大中华繁荣昌盛 本章完 第2583章 零石剑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前坤 前坤风上 华山仙子已笑着起身 非争强好胜 是真想试试夜尘的炼丹造诣 莫说是他 华山真人也想瞧瞧 见识了小石头的站立 那便看看炼丹树 夜尘就乐呵了 一切皆在他计划中 激起两个老家伙的好奇心 完事就水到渠成了 半猪吃老虎 他知强项 论起炼丹树 他还从未怕过谁 丹圣可不是白叫的 说作便作 他当即扯了储物袋 往里一瞅 囊肿那叫一个羞涩 都不忍直视的 欲斗拜华山仙子 起码得一颗八文丹 他这出入天界的小石头精 又乃来那么多的材料 于是乎 他瞅了一眼华山真人 便又瞟向四方 这座乾坤风 遍地都是宝 遍地都是炼丹材料 咋就这么多嘞 许是看出夜晨寓意 华山真人轻拂了衣袖 抿了一口古茶 一话说得飘渺 此山之炼丹材料 你可随意去 华山的掌教 真谋足劲儿了 为了看小石头的炼丹树 布下点血本怎么行 绝出夜晨之潜力 才是重中之重 得了掌教命令 夜晨脚下生风 溜烟没眼了 而后 便见那货满山峰的传 每到一处 山峰上总会少点啥 总见一片片菱花一草 一片接一片的消失 都他的杰作 掌教都说了 他自不会客气的 品阶低的都不拿的 专筹品阶高的拿 且很实在地说 能多拿 绝对不少拿 华山真人看得扯嘴角 见过实在的 没见过这般实在的 这哪是债 这明明就是抢啊 他精心呵护的菱花一草 不知被扫荡了多少 每被摘走一株 心就猛的疼一下 身侧 华山仙子眼嘴偷笑 自己挖的坑 自己看 的确 华山真人已有后悔之意 开始发现 让他俩比恋丹 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而且 还要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能怪谁 想看精彩表演 是要拿门票的 不多时 叶辰满载而归 可华山真人分明瞧见了叶辰怀里 还塞着一颗未吃完的铃果 五百年才接一颗的那种 找齐了 华山真人笑了 脸色却有些黑 勉强够用 叶辰抹了抹嘴 这个勉强够用 听得华山真人差点掀桌子 别以为老子未瞧见 别以为老子不是炼丹师 就不知炼丹 你压得摘的材料 够炼十颗八文丹了 白给的 你是真不客气啊 叶辰只顾轻点战利品 没给你摘完 就很给面子了 华山仙子摇头一笑 俯手之下 一座青色的炼丹炉被请出 是位真品 由特殊鲜料铸造 刻满了名文 颇事不凡 继而 便是一朵赤色的鲜火 这朵鲜火 非一般的火焰 看得夜尘眸光异翼 以他之眼界 也看不出鲜火出处 更不知其名讳 只知很可怕 说话间 赤色鲜火 已如炼丹炉 炼丹之前 虚温养丹炉 仙子手法极为娴熟 炼丹的造诣 还更强甚父亲的造诣 这一点 整个华山无人可比 华山真人捋了胡须 飘向了夜尘 瞧着小石头 锄得板板整整 只看华山仙子炼丹 他哪有要炼丹的架势 华山真人深吸了一口气 若紧紧搁着看人炼丹 那你压斋的灵草 都得给老子一株株种回去 前辈 能否再接一样东西 夜尘不好意思地笑了 说 炼丹炉 我 华山真人一口气没喘上来 差点被噎死了 好脾气如他 遇上这奇葩的桥段 也顿有一种想骂娘的冲动了 你压的不是炼丹师吗 炼丹炉都没有 好好的一个豆丹 没炼丹材料老子忍了 竟连炼丹炉都没有 敢轻你与人斗丹 这炼丹的物件 都特么现场的借的 总如此 他还是强压了发飙的冲动 一个拂袖 给出了一尊炼丹炉 虽不比华山仙子的 但级别也不低 炼 给老子炼 若炼不出 必定收拾你 谢前辈 夜尘一脸乐呵 豁然站定 无那真火 便用了原神之火 这倒是看得 华山仙子和华山真人 一阵挑眉 很显然 小石头是要原神之火炼丹 这就不简单了 一时间 乾坤山峰陷入了宁静 华山仙子平平俯首 一株株仙草 投入丹炉中 还未出丹 便闻丹药香 看其所用材料 炼的乃是一枚 补充寿元的金丹 也便是八文续命金丹 寿元将中者 最爱的一类丹药 再看叶臣 华山真人 瞇了眸 以他之目力 竟看不透 叶臣的炼丹炉 只因叶臣 是原神之火炼制的 先天便有一抹遮掩 隆目了整个炼丹炉 叶臣淡定从容 一株株药草投入 但 他所用之材料 皆是低阶的灵草 明眼人一瞧便知 炼制的乃是一颗 低阶丹药 嗯 也便是传说中的一文丹 一文 华山真人眼皮抖动 真真反应不及 颇想上前问问叶臣 你压的是 要用一文丹 跟八文丹去比 小家伙 你若练这等级别丹药 可赢不了老神 华山仙子笑道 连华山真人都能看得出 他会看不出 拿一颗一文丹比八文丹 差了七个品阶 胜负已自知 未到最后 莫泰早下定论 叶臣笑得淡然 一株株灵草 有条不稳地投入炉中 手法还是很娴熟的 他又不是傻子 不会傻到用一文去斗八文 他知算计 颇是深远 华山仙子微笑 未在言语 华山真人就悠闲了 又煮上了一壶好茶 静静看二人斗丹 若叶臣真拿一文丹斗丹 那他 一定会发飙的 这边 叶臣投放药草的动作 自始至终都未停 而此番 他所投放的材料 已从一文丹药草 换成了二文丹的药草 其后 便是三文丹药草 四文丹药草 五文丹药草 可谓循序渐进 一整套动作下来 毫无违和感 这等炼丹手法 莫说华山真人 连华山仙子都不由侧目了 可惜 他也看不透炼丹炉 更不知叶臣要炼何种丹药 同为炼丹师 他是有一种感觉的 高尖的炼丹师 看其动作变好 自有一种莫名的气域 而叶臣 便具备这等气域 也便是说 叶臣是炼丹师无疑 而且 造诣还不低 两人暗自窥看时 叶臣六文丹的药草 已然投完 顺手投放的 便是气文丹的材料 这一次速度放慢不少 一边操控原神之火 一边提取精华 能见其额头 多了一抹汗水 静 山风静密无比 华山真人 只静静饮茶 不敢打搅 一眼望去 华山仙子淡定悠然 反观叶臣 额头更多汗水 一瞧便知 很有压力 两尊大仙不懂 但若有诸天人在此 必是门清 叶臣是有压力不假 只因他炼丹的难度 要高过华山仙子 之所以如此 叶臣并非自个找不自在 他是想玩胜 他这一波操作 看得两尊大仙更是不解 先投放一文丹材料 后为二文丹材料 直至七文丹材料 他究竟是炼丹 还是炖汤 这整个就是一锅大杂烩啊 味道该是不错 前辈 要炸炉了 叶臣默得一语 华山仙子 忙慌收谋 只见丹炉 温温直颤 的确是炸炉的前兆 炼丹是个技术活 一个侧影晃神 便是炸炉的下场 叶臣一笑 还在投放时 已是炼制八文丹的材料 这下 连华山真人都作证了 一文到八文的材料皆有 都放在了一个炼丹炉中 确定不会出问题 这特么是炼丹 沉静中 丹药香越发浓郁 飘满山峰 连山下路过的弟子 都没得驻足 四叶嗅到了药香 沁人心提 无需去看 便知有人在山中炼丹 而且 品质还不低 果然 在他们注视下 一道金色光红 自山中冲天而去了 旋即 便闻雷鸣声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那是丹雷 竟是八文金丹 弟子长老多养手 眸光灿灿 必是师妹所练 嗯 绝对是他的手笔 不少下棋的老家伙 也自各个山峰 齐齐侧眸望来 眸中有光 却并不震惊 以华山仙子的练丹造诣 练出八文丹 并非难事 又跑乾坤峰练丹 烦人 更多的老家伙们 揣了揣手 已是醋意横生 贼喜欢华山仙子 可人家不鸟他们 丹雷来得快 去得也快 华山仙子已抬手 接下了八文续命金丹 打量一番之后 还算满意 品杰绝对够了 级别也不低 堪称八文上品 他坐下了 倒了一杯谷茶 与华山真人一道 望着夜晨 这个小石头 还在兢兢业业的 投放材料 皆是八文丹材料 前辈 稍后可莫耍赖 夜晨说着 又投一株 莫分神 且练出再说 华山真人轻斥 练丹可不是二戏 须心神贯注 哪有你这样的 练丹还不忘聊天 那可是老子的药草 一株株八文材料 你不心疼 老子心疼 夜晨一笑 元神之火汹涌 自带道运 一道宁丹阶段 不知何时 才见猛地拍了一下炼丹炉 随后 还不忘吐露了两字 出丹 本章完 第2584章 一炉八丹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伴着一生出丹 炼丹炉一生翁颤 当然 一道光红字丹炉冲出 直插天霄 的确是一颗一文丹 但却比普通的一文丹 更加璀璨 绽放着光芒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面的桥段 丹入云霄 静顿有轰声 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丹 丹雷 不止华山真人 连华山仙子 也活得起身了 正正望着天霄 神色惊恶 一文丹见过不少 出丹雷的 真真头回见 老子未看错吧 一文丹雷 下棋的老家伙们 也都起了身 山间修炼的弟子 也齐齐养了眸 望着乾坤风上空 一颗赤色的丹药 甚是响亮 颇有灵性 正在丹雷中度丹节 诗书的炼丹造诣 又有精进了 竟能一文出丹雷 如何做到的 华山中不乏炼丹师 也已养眸 难与不断 自认是华山仙子练的丹 可这丹雷 又是何等道理 然 这还未完 一文丹落下之后 又有一丹冲销 此番 乃是一颗二文丹 前后不过一秒 轰声再起 有雷有电 二文丹雷 今一声又起 满山皆是 然 这依旧是未完 二文丹之后 便是三文临丹 四文临丹 五文临丹 六文临丹 相同的是 皆有丹之雷 乾坤风上空 着实热闹了 雷电不断 那浩大的画面 就好似是排队唱大戏 小角色先登场 大角色压轴 所谓大角色 乃是一颗金光灿灿的八文丹 没错 夜晨练的也是八文续命金丹 金色光红 璀璨无比 笔直冲入天宵 一道光芒 已然贯穿了天与地 霸道的丹雷 布满穷天 恍若人之天节 自带一种可怕的威压 除此之外 便是异象 四隐若现 每一副都颇具灵性 这 老家伙们的神色 奇奇精彩了 连手握的棋子 都在不经意间脱落 一脸猛逼地看着天宵 一闻到八闻 挨着个的上场 每一丹都有丹雷 一丹更比一丹玄傲 太不凡了 乾坤风上 究竟有几人在炼丹 弟子们下意识挠了头 看得嘴唇干涩 虽非炼丹师 却对炼丹 也有几分了解 师妹丹术通神了吗 华山的一众炼丹师 惊愕不已 也有不少人踏天而来 想瞧瞧山中近况 太特么逆天了 这边 叶辰一手拎着酒壶 一手接丹药 一颗颗接圆润通透 为何炼丹有压力 只因他 一炉炼了八颗丹药 要不咋说是丹圣 就是尿性地说 能在一尊炼丹炉中 同时孕育八颗丹药 且单单有丹雷 已是逆天之举了 这便是他想要的完胜 只因堵住太珍贵 去看华山真人 与华山仙子 神色才是最精彩 在那几个瞬间 震惊 骇然 不解 疑惑 各种各样的神情 都演绎在了他二人的脸上 真如辨戏法那般 华山真人还好 身为炼丹师的华山仙子 真真骇然 至此 他方才知晓 叶辰一炉炼的并非一种丹 而是一块炼了八颗丹药 一闻到八闻皆有 且丹丹皆有丹雷 这等炼丹术 这等炼丹造诣 他非但比不了 这简直就是被碾压啊 与叶辰相比 他所谓的炼丹术 就跟闹着玩似的 如何做到的 华山仙子青南 活了两千多岁 在炼丹领域 第一次被惊到了 第一次觉得自己孤陋寡闻了 是何方神圣 才能交出这般妖孽的弟子 华山真人深吸一口气 虚空已无丹 可他 还仰望着苍穹 正正出神 前辈 我是不是赢了 叶辰手捧着八颗丹药 笑呵呵的 若这环不赢 他会让这尊大仙 见识一下皇者尿性 你 赢了 华山仙子笑得自嘲 何止赢了 赢得满堂彩啊 他仅练了一颗丹药 而叶辰 却一炉练了八颗 丹丹皆有丹雷 不说其他 丹论叶辰八文丹的品阶 便已远远胜过他的八文丹 仙灵之花 归你了 华山真人摇头一笑 先前那等不祥的预感 此番终是应验了 这个小石头精 用他家的炼丹材料 引走了他的无上至宝 这场斗丹 并非华山仙子不行 是他太小看叶辰了 一炉出八丹 丹丹有丹雷 说出去谁敢信 偏偏 一个新晋圣人的小石头 竟做到了 缔造了神话 谢前辈 叶辰溜烟又没影了 已去了那片阴云之地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华山仙子笑道 这诸仙灵之花 输得不冤 华山真人也笑了 人才 这个小石头 真是个全能人才 这才几日 先为道经认主 后为地运分离 而近一日 不止战败了他华山第一真传 还斗败了他华山最惊艳的炼丹师 这一桩桩一件件 开得皆是华山一派之先例 这未来的华山之主 不传给他 天理难容 华山真人笑得更开怀 再不会有丝毫侧影 玉皇大帝来了 都拦不住他船尾的心思 谁说都没用的 说话间 一众老家伙练丹师 接连落下 二话不说 便把华山仙子给围了 一个个的都眸光璀璨 师妹 你通神了呀 通神的非我 是他 华山仙子摇指了一方 众人随手望去 入目 便见一个小石头巾 正在不远处溜达 盯着那仙灵之花 看样子 颇有摘走的架势 靠 而后 一声霸气侧落的粗口 便想满了整个华山 不知多少人 被惊得一阵猎浅 不知多少人 被吓得一阵尿颤 夜幕 在悄然间降临了 今夜 掌教的乾坤风 颇是热闹 不知去了多少老家伙 把夜尘里三圈外三圈 围了个顶透 眼神皆奇怪 被围在最中间的夜尘 未曾言语 只俩眼珠子左右摆动 这些个老家伙 可都负得流油 谁谁有鲜铁 他都门清的 谁谁穿了啥色的裤衩 他也都看得清楚明白 抽空 得给他们忽悠过来 咱是文明人 不明强 时至深夜 众人才散去 准确说 是被华山真人请出去的 皆是一个个唏嘘咋舌舌 走出老远 还不忘回头去看 华山仙子也走了 得找个地儿 好好静一静 完事再找夜尘 不会再与之斗担 而是虚心求教 哪怕是拜师 热大的乾坤风 仅剩华山真人与夜尘 夜尘还守在阴暈之地 守着他的仙灵之花 还未真正成熟 但他得守着 谁能保证华山真人不耍赖 看着叫安心 即使给你了 自不会改 华山真人哭笑不得 夜尘一声甘笑 终是收了谋 就坐在了那 如此一个守门神 要等到仙灵之花成熟 目留青复活 就指着他了 得亏邪魔未在此 不然 定会感动地踹他一脚 炼丹术 谁教的 华山真人也坐下了 笑看夜尘 红君 夜尘又扯了道祖的名讳 无曾翻过古卷 从未听过这号人 华山真人自不信夜尘鬼话 教了你炼丹术 前日还在华山之底 给人一顿臭骂 明显不合逻辑 或者说 这小石头的逻辑 就是忽悠人 是个影视高人 夜尘意味深长道 你身负的净是神力 乃来的 华山真人又问 净是神力 夜尘不由侧谋 华山真人笑着 自夜尘身上射出了一丝白光 便悬在手心 力量极其的纯粹 悠悠笑道 净是神力 世间最洁净之力量 能洗尽一切污浊 你非净是先体 竟有净是神力 这就是净是神力 夜尘轻轻触摸 喃喃自语声不断 自听过净是传说 却不知他所身负的 就是净是的力量 不知为何 触及这等力量 心就猛得一阵阵的疼 总觉冥冥中有一种呼唤 却又寻不到原处 亦不知是谁在呼唤 身侧 华山真人之神情 变得奇怪了 看夜尘之脸色 显然不知身负的神力 便是净是力量 这就很有意思了 此刻 再想想其他 任何一种 都是一抹神秘色彩 龙目这夜尘 实在让他想不出 这个小石头 究竟啥个来历 他想时 夜尘已抬了眸 静静仰望星空 又是夜深人静 思乡情绪最是浓厚 一颗颗星辰 闪着一缕缕星辉 映得他心神恍惚 那个大楚 才是他的故乡 许是看得太入迷 以致华山真人离去 他都不知的 真人是走了 却留下了一杵雾带 其内放的 可都是宝贝 如仙铁和神铁 就有好几块 真真的慷慨 俨然已将他 当作下一任华山之主 来培养 任何珍贵资源 都不会吝啬 天色临近黎明 夜尘起身离开 看了一眼仙灵之花 终是未摘走 未曾成熟 望自摘走 要力自会大打折扣 放在乾坤风 该是最安全的 谢前辈馈赠 夜尘的背影 载着一句话 一块块鲜铁 一块块神铁 已被他捏成粉碎 其内精华 皆融入了定海神针 嗡嗡的颤鸣声 甚是雄魂 他会是一把神兵 会随他纵横九霄 华山真人是目送他走的 捋着胡须 谋有深意 总觉夜尘缺点什么 缺啥来 缺个媳妇 抽空给他张罗一个 本章完 第2585章 一心只读圣贤书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月夜 夜尘又回藏经阁 地缘真人还在 见他进来 麻溜起了身 笑得那叫一个乐呵 昨日接连两世 见识了小石头的可怕 俨然已将他 荡成一头香薄薄 无需去想 他必会是未来的华山之主 老头儿 可听过红军 夜尘问道 红军 当我没说 夜尘随意摆了手 直奔第六层 他总有一种感觉 知晓红军之人 必如盗祖和混沌体那般 在自封之中 此刻 他去问玉帝 多半也是不知的 那这天界 就很有意思了 有点像禁区 在自封中屯兵 一旦有天魔入侵 必会解封抗战 战力绝不会入了冥界 说话间 他已上了第二层 临入光门时 也留了颇多分身在第一层 至上面的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也都画出了上千分身 地缘真人看得挑眉 这小石头 不是一般的商镜啊 这架势 是要把华山藏金阁的每一部书卷 都要看完 事实证明 夜尘的确要如此 要把整个藏金阁 都搬进脑海 这里每一部秘卷 都是先辈的结晶 乃是对后辈的馈赠 饱含太多智慧于其中 仙人亦当学无止境 这 也是一种修道 藏金阁第六层 他的三千分身还在 兢兢业业 查看着有关天庭的秘卷 已有一日 还未看完 并非他们不够上心 是这第六层的秘卷太多 或者说 是天庭太庞大 真要挨得了解 是需要时间的 莫偷懒 夜尘甩下一句话 去了通往第七层的光门 华山道人蝶的储物袋中 是有掌教令牌的 有此令牌 可在藏金阁畅通无阻 此乃荣耀的象征 他也想趁空闲 去上面瞧一瞧 必有地道仙法 不学白不学 既多不压身吗 随着一声翁动 光门大开 第七层比第六层 小了不少 如他所料 书架摆放的秘卷 皆是仙法 颇是玄傲 但并未达到 地道仙法的级别 夜尘走走看看 时而也会拿起 一两部翻看翻 非文字记载 而是意境 须心神 堕入其中参悟 可一路走来 见多了各种各样仙法 却无他想要的 便又直奔 第八层光门 第八层藏金阁 就有点意思了 此一层 放得乃是炼丹丹方 一文到八文皆有 囊括各类型丹药 有他见过的 也他有不知的 真包罗万象 除此之外 便是对 灵花一草的介绍 极为详细 最珍贵的 当属炼丹之意境 多不胜数 易华山先辈所留 阐述的颇事通透 身为一个炼丹师 此处绝对是天堂 即使近来 他自不会客气 一步步的刻印 待他日回大处 都是放到丹城的 必能培养出 更多的高阶炼丹师 可惜的是 这里没有九文丹方 亦无九文丹意境 他这一待 便是三日 清晨 藏经阁可谓门庭若是 平日冷冷清清 自他来了之后 便热闹了起来 弟子长老一群接一群 多是刚出关的主 说是来看书 那都是扯淡的 自是为小石头而来 怪只怪 他所作之事太过逆天 道经认主 地运分离 一日破四境 一卢出八单 这认谁听了 都会好奇的吧 此刻 连诸多闭关悟道的 太上长老 都从洞府跑了出来 听闻夜晨在第八层 未曾叨扰 既是华山弟子 跑不了 他们未叨扰 可弟子们却颇兴奇 聚来了一片又一片 见不到夜晨本尊 可他的分身 却满藏经格都是 小石头 你先前尸臣何处 炼丹术谁教的 一卢出八单 你也太逆天了 我是天华风的 叫我李延便好 藏书阁人影传动 接闲得淡疼的弟子 追在夜晨分身屁股后面 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听得地缘真人 耳朵温公的 对此 夜晨分身皆闭口不言 只静心看秘卷 一直给你弹飞 他是有多可怕 藏经格一侧 几道人影扎堆 华阳也在其中 剩下的几位 有男有女 无一例外 皆是华山真传弟子 也是方才出关 听闻这几日之事 差点惊掉下巴 哪个感性啊 今日的华阳 与先前略有不同 吞了华丽先衣 换了素衣道袍 华山的第一真传 还是输得起的 能来这藏经格 便是放得下身段 此一事 便证明 他有成强者的心性 道经认主 地运分离 一日破四境 一如出八丹 随便拎出一件 都是传说啊 一真传弟子 唏嘘择舌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华阳深吸一口气 也在翻阅古卷 总会在不经意间 头看一眼夜晨的分身 自嘲寓意更甚 是在笑自己 当日有何资格 对夜晨露出辟靡之光 自然 他更多的是好奇 好奇夜晨之来历 却看不出丝毫端倪 这个心境的小圣人 浑身上下都蒙着神秘色彩 不知神子和神女出关 听闻此事 会是何等表情 那俩 皆是高傲的主 能福气才怪 闭关已有三年 不到五月斗法 哪会舍得出来的 等着吧 他俩多半也会吃扁 必定热闹 真传弟子们真有情调 跑藏金阁聊天来了 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倍儿起劲 谋中皆有一种西技 期望那俩妖孽尽快出关 就等着看大戏了 也都是唯恐天下不论的主 悄然间 夜色渐晚 地缘真人终时发飙了 挨着个的往外轰人 来看书便好好看 若是来扯淡的 一律滚淡 藏金阁这才贫瘠不少 是夜 夜晨放下了一部古卷 又拿起一部新的 真是个刻苦学习的小伙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三日的参悟 他偶有所得 华山的先辈 不乏炼丹造诣出众者 留下的炼丹奥义 当属瑰宝 哪有放过的道理 正看时 突文光门一颤 一道倩影自外走出 仔细一看 正是华山仙子 多半刚沐浴完 头发失灵 还挂有水珠 前辈 也这般清闲 夜晨握着古卷笑道 掌教清令 不得不来 华山仙子轻语一笑 既是在这第八层 愿你留下炼丹之意景 以造福华山后世 那是自然 夜晨笑道 和须华山真人说 遇见他早已备下 分成了两份 一份已放在书架上 一份递给了华山仙子 其内刻印的 接他炼丹之感悟 亦是丹之瑰宝 华山仙子轻笑 自会不拒绝 他干脆也没走 寻了僻静处 捏碎了玉剪 微微闭了谋 心神沉入 静心参悟 能见他绝美的仙言 满是震惊之色 看了夜晨炼丹的感悟 方才之物丹亦是悟道 一文是初心 酒文便是大道 炼丹也是一种修行 他这华山的前辈 真孤陋寡闻了 夜晨的炼丹意境 给他开了另一片天地 小家伙 掌教令牌 借我试试呗 第七层传来了 地缘真人的话语 笑呵呵的 无需去看 便知笑得很猥琐 怎么 想上来泡妞 夜晨一边翻着书页 一边回道 瞎说 无药参无秘卷 得缘真人干渴道 我有特产 你要不 啥特产 何欢散 夜晨神秘一笑 听得地缘真人 嘴角不由一扯 崔情耀 就说崔情耀嘛 还整出特产来了 用得着这般清新脱俗 再说了 何欢散老子有的事 还用你给 下方 再无话语 得缘那胖老头 已溜烟下去了 不得不说 他还是很有仙剑之名的 只因盘膝悟道的华山仙子 已漠然开了眸 瞥向了夜晨 那一双似水的美眸 好像已经燃起了火苗 而且 还越燃越旺了 一个眼神 夜晨顿时懂了 无需去问 便知这娘妈 必定能读新语 嗯 准确说 是能读两人的传音 先前他与的 原真人的对话 多半听得一字不差 也难怪的原跑得快 看样子 是拍挨揍啊 夜晨一声干咳 颇事尴尬 放下了古卷 去了另一边 这娘们发起飙来 藏经阁多半都会崩塌 莫惹他为好 华山仙子忠实收谋 本以为这小石头老实芭蕉 今日得见 着实刷新三观 那人畜无害的外表下 藏着的乃是一颗不安分的心 还想给老娘下和欢散 你小子是要造反啊 转瞬 又是九日 至第十日 夜晨方才收了最后一部古卷 奔向了藏经阁第九层 其内放的 该是地道仙法 不然 没天理的 如他所料 的确是仙法 轻一水的地道仙法 而且还不少 细数之下 足有上百之多 而且皆是仙法中的上品 要不咋说 华山是大派呢 在诸天 圣地都没这么多 于是乎 大楚的帝师皇者 又干起了偷盗的勾当 每一部仙法 都给他印了一份 建造仙法 空间仙法 隐匿仙法 顿陶仙法 真真五花八门 没他不要的 这些 也要带回去 是要分给大楚的人才的 还是那句话 不要白不要 让他惊议的是 这里还有一部梦到仙法 遗憾的是 他乃残破的 本章完 第2586章 大梦无极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大梦无极 夜晨默念着 自书架上 取了那部古卷 其上 是有有封条 刻着禁法二字 对此 他并不意外 梦到仙法 不同一般仙法 涉及虚语时 若一个不留神 走火入魔了 搞不好会堕入魂恶 且此仙法并不完整 被华山派列为禁法 实属意料之中 夜晨一手拂过 解了秘卷封条 轻轻翻开了书页 其内是有字迹的 但却虚虚实实 饶是他之目利 也难看清 看着看着 他心神便被扯入其中 在现身 已是一片迷蒙的世界 缭绕云雾中 隐约可见是一片大界 山月凌厉 雄江纵横 仙气缭绕 如一片仙境 夜晨盘坐 静心聆听 明明天鹰 皆先辈之感悟 对于梦之道 他曾设计过 这一领域 他远不如基宁霜 能从另一个宇宙 梦回到诸天 他是做不到的 自然 论轮回傲义 基宁霜是不如他的 若将基宁霜 丢在千年大处 他多半回不来 此番 他已身世梦到仙法 除却自身参悟 自也为基宁霜 世间梦到仙法太少 难得一步 自不会放过 若能将这残破的梦到仙法 推演至完整 那才是功德圆满 说到基宁霜 不免又一起了 那个温柔的妻子 那么多媳妇 就数姚池最疼他 起码 不会三天两头地揍他 运气好了 还能有点福利 譬如在梦中那啥 收了思绪 他心境又空明 专心悟导 可惜 他小看了梦到 虚虚实实 真真换换 太多缥缈的真谛 难以琢磨 以他之天赋 竟也寻不到此法本源 他这一作 又是一月 此刻 他留在第七层藏经阁的分身 已然消散 其后 分身一天天回归 真就把藏经阁每一部书卷 都看了个遍 这小石头 真上进 地缘真人单手拖着腮帮 小声嘀咕着 夜晨的道经还在他这 这思都不思悟道的 竟想着华山仙子 总想上去泡妞 奈何 他虽是藏经阁首作 却无令牌 上不去第八层 而夜晨那祸 也不见下来 真是一点 不知体谅他 期间 不少老家伙跑来 却都失望而归 弟子一不少 有属真传弟子最上心 总有那些个喜欢找刺激的主 颇是不信邪 也想找夜晨练练 试试他的弹衣闪 对此 地缘真人看他们的眼神 都是邪的 第一真传都被揍了 你们哪来的自信 欠虐 还是闲得浑身痒痒 第二月 华山仙子醒了 开谋的一瞬间 一抹明目之光射出 谋光更深邃 多的是一种道运 一跃参悟 以非机缘 堪称逆天造化 夜晨给他开的另一扇门 真真傲义无边 你家师尊 究竟是何方神圣 华山仙子又清男 笃定夜晨身后有高人 对道有这等参悟 炼丹造诣 更是可怕至极 无人传授 鬼都不信的 正说时 突见光门轻颤 夜晨下来了 不过 让华山仙子挑眉的时 夜晨竟是闭着眼的 一手握着一部古卷 口中还嘀嘀咕咕 走路都不看到的 书架被撞翻一排又一排 咋看都像梦游 或者说 他就是在梦游 华山仙子翘眉微平 瞥了一眼夜晨手握的书卷 瞬间明了 必是望子参悟梦道 心神堕入其中 难以自拔了 如这等事 先前并非未出现过 他华山的神女 就曾整过这桥段 不然 仙辈也不会将大梦无极 列为禁术 说话间 又是一排书架被撞翻 小石头 华山仙子上前 轻声呼唤了一声 可惜 夜晨并无反应 若是在睡觉 自能唤醒 问题是 他心神陷入了梦道 仅凭呼唤 是叫不醒的 无奈 华山仙子取了肃琴 拨动了琴弦 悠扬的琴音 随即想起 那一种醒世的仙取 虽不如久悠仙取玄妙 却也极为不凡 西年神女堕入梦道 她便是 这般唤醒的 别说 她知情音 还是很管用的 夜晨闻之 真就停下了身 缓缓开了眸 神海一片混乱 意识更混乱 狠狠地甩着脑袋 满眼都是惊心 醒了 华山仙子笑了 终是松了一口气 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人才 这若因梦道变成吃傻 那才扯淡 好玄傲的梦知道 夜晨揉着眉心 与其多震惊 能将他心神困住 可想而知 这大梦无疾有多可怕 若无华山仙子相助 天晓得他哪日能醒来 永惰梦境 也并非不可能 为瞧见禁术二字 还望家修炼 华山仙子说着 收走了大梦无疾 这还真是一部 有魔力的仙法 华山派史上 凡天资聪慧之辈 如这一代神女 都曾这过道 自认能悟透梦道 到最后 哪个不是梦游下来的 夜晨和当代神女 这还是轻的 曾有一代神子 自诩天纵其资 偷偷悟了足有百年 到了 便成疯疯癫癫 至死都未恢复清醒 留了一世遗憾 前辈 谁创的大梦无疾 夜晨好奇道 华山第九代掌教 华山仙子俯首 将秘卷送回了第九层 既是先辈所创 为何不留下完整的 九代掌教晚年 因梦道反噬 得了魂恶 大梦无疾 便是他亲手悔的 至今日 也无人真正参透 反而 诸多弟子长老 因其而发疯癫 这才被列为了禁术 那还真是遗憾 夜晨唏嘘 好好地一步梦到仙法 就这般毁了 来 先看看 华山仙子递来一部古卷 其内 实则是一幅幅画像 一幅幅女子的画像 各个神资曼妙 容颜绝世 夜晨一眼扫过 险些以为是珍藏版 嗯 若是都未穿衣服 那就是珍藏版了 诸天多美女 明界多游物 这天剑 也是盛产仙子的好地方 各顶各的水灵 看得他眼花缭乱 选一个 老神替你说没 华山仙子笑道 夜晨抬了头 瞬间明白啥意思了 这是让他挑媳妇 也难怪 他这头人才太扎眼了 俨然已成一个香薄薄 身为长辈 啥都想到了 就譬如这终身大事 真太贴心了 我有媳妇 夜晨深吸一口气 一话说得语重心长 大意凛然的 开玩笑 他敢从天界带回去一个 他那帮媳妇 不踹死他才怪 那么多还没用 你特么又领一个 你成家 华山仙子一脸不幸 成好几回了 夜晨说着 又埋了头 继续看美女 他是不缺媳妇 可大处的人才们缺啊 打包带回去一车 明年都能抱娃娃了 大处的下一代 都靠他们了 华山仙子被逗乐了 这小石头精 说话真有学问 成就成了 啥叫成好几回了 就你这小身把 这般能造吗 前辈 这位仙子 是哪家的 夜晨凑了上来 指着书卷问道 画中女子 生得真真绝美 是这部书卷中 唯一一个带动画的 在月下翩然起舞 沐浴着月光 美帝如梦似幻 不怪他这般上心 并非看上画中女子了 是因他 与大处的一个转世人 生得一模一样 搞不好 就是大处转世人 陛下仙子的图 华山仙子笑道 怎么 心动了 夜晨未回话 何止心动 那是太心动了 凡欲转世人 哪回不心动 对陛下仙子 他还是有印象的 所属天庭 华山论道时 是见过的 既是天庭之人 去了上仙界 自会前去一关 若真为转世 那就是意外之喜了 见夜晨目不转睛 华山仙子心中了然 已有决断 待哪日有空 必去上仙界 把必有仙子的图儿 拐到他华山来 必辖家的弟子 他还是很喜欢的 此事能成 那便是亲家了 这边 夜晨还在翻画卷 期望能再寻出一个相像之人 五月斗法将至 近日莫在闭关 掌教师兄 欲待你前往 华山仙子又道 何为五月斗法 东月泰山 西月华山 南月恒山 北月恒山 中月松山 并称散仙五月 没有白载 便有一次论到斗法 将由各家弟子出阵 以此定乾坤 华山仙子解释道 五月的正中心 便是传说中的封善先帝 那是散仙界唯一一处 不受境界压制的地方 凡散仙界人 境界圣人以上的修为 多会去那 带出那片仙帝 便又会被压回圣人境 有意思啊 叶辰收了画卷 对封善先帝 这藏经阁中 并无秘卷介绍 这倒让他开眼界了 天界也多起地啊 你才圣人 并非让你去斗法 是想让你掌眼界 华山仙子笑道 所谓掌眼界 便是替叶辰后面 继承华山之主铺路 五月各仙山 也皆是如此 下一任长教 都会带去封善先帝 以让各方熟知 说白了 便是通人脉 那得去瞧瞧 叶辰笑了 既是五月斗法 去得自食不少 有人扎堆的地方 他最是喜欢 保不齐就会有转世人 也无需挨家挨户地去找 华山仙子一笑 转身走了 其后 还有一道飘渺之音传回 莫再动那梦到仙法 本章完 第2587章 推梅节操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华山仙子走了 夜晨又盘膝坐下 分身与他 以越境藏经阁秘卷 感悟自是有的 他若是一片贫瘠的土地 那仙辈的智慧 便是一汪甘泉 他读的是秘卷 悟的却是大道 一晃又三日 至第四日夜晚 他方才起身 眸子更显深邃 临走之前 还不忘 看了一眼第九层 准确说 是看了一眼梦到仙法 此法 他还会去参悟 当是为姬宁霜试水了 带回第一层 地缘老道正哥揣手盘坐 埋着他那肥瘦的脑袋 也不知在寻思啥 见夜晨下来 脸色还有点黑 这追女人啊 是有学问的 夜晨意味深长道 说着还不忘俯首 收走了存在地缘老道 那的道经 地运一并归回 地缘真人来了兴趣 做正了一分 恶呵呵道 说说看 第一 坚持 第二 不要脸 第三 坚持不要脸 夜晨这三句话 说的是一声比一声亢奋 这是他的座右鸣 也是一个真理 逢传授人泡妞秘诀 必有这一番言论 不然 他那么多的媳妇 都是哪来的 这位大少 也是够闲的 大半夜的不回去睡觉 搁这根老道扯闲淡 得亏盗祖自封了 若是知晓 必定很欣慰 打不过他 地缘老道干渴 粘不拉几的 夜晨深吸了一口气 其后准备的一番言论 干脆都咽回去了 一个拂袖出了藏金阁 活该你压的没媳妇 打不过 他是理由 老子当年也打不过 楚宣楚灵 还不是抱得美人归 身后 得远老道摸着下巴 一脸若有所思 别说 夜晨的话 他真就信了 为了泡妞 已然不准备要脸了 而且 时刻做好了被打死的准备 人要有理想 这边 夜晨已入山间小道 趋近通幽 颇是宁静 今夜的月亮 颇是皎洁 又扯出思乡情节 他这思乡 他的妻子们 又何尝不如此 夜虽深了 依旧坐在老树下 也学起了颗木雕 刻着一个叫夜晨的雕像 金宁霜也在 还是小女娃的模样 梦中阴节 真真有意思 与夜晨不同的是 他无阴节前记忆 而与夜晨相同的是 外人都找不了他之阴节 那会是东神瑶池 横月宗外 有人舞到人影藏匿 仔细一瞅 乃禁区五大少年帝 特地跑来大楚 看金宁霜 听闻是梦中阴节 望穿帝女轻语 果然不凡 想抱抱他 名土弟子摸了摸下巴 不只是他 黄泉弟子 炼狱弟子 也皆这等心思 怪只怪那小家伙 生得忒可爱 粉嘟嘟的 肉乎乎的 俨然一个小精灵 捏捏他的小脸 摸摸他的小手 手感该是不错 也只天须弟子 沉默不语 夜晨之强 他是见识过的 机宁霜之可怕 他也是见识过的 诸天的两尊少年 皆在应节中 给他一种孤寂的感觉 只因寻不出一个真正的对手 那货 吃啥长大的 黄泉弟子一声惊异 少年弟们低手 入目便见一坨小鲜肉 没错 正是熊二了 大半夜的 这货并未在横跃 而是一手捂着老妖 一手抹着鼻血 一拳一拐的 正朝横跃走 看样子 是被揍了 嗯 的确被揍了 揍得还不轻 他挨揍 实属活该 抱谁不好 偏偏抱小瑶池 人都没摸着 便被楚萱他们拎走了 找了个山嘎拉 一顿抱锤 如他这号的 还有不少 大楚人才颇多 总有那些个不安分的主 三天两头的上玉女风 总想抱抱人小娃娃 但基本都是站着进去 爬着出来的 就这 还有不怕死的 如熊二这驼 真拿命在玩耍 有意思 练狱弟子摸了下巴 神色意味深长 人言大楚多人才 今日得见 果实不假 这小胖子就很优秀 难得来大楚 不来坐坐 缥缈之音响起 乃人王的声音 似是知道 五尊少年地驾龄 万事通真就是万事通 天须第一个收谋 踏天而行 去了天玄门 带五人步入 望见可并非人王一个 那是一大堆的老家伙 半数以上都揣着手 一双双老谋 都泛着贼溜溜的光 这一夜 与五尊少年地而言 颇是漫长 清晨 带五人在出来时 脸色都不怎么好 说好的谈经论道 可不知为啥都丢了宝贝 至今都不知如何丢的 这也推不要脸了 名土弟子一路骂骂咧咧 炼鱼弟子与黄泉弟子脸也黑 珍藏多年的神铁 说不见就不见了 还有天须弟子 一路都在内室先驱 不知咋回事 总觉被人放了点血 奇怪的是 愣找不着伤口 望穿帝女的脸颊 飞红一片 五尊少年帝都丢了宝贝 他也不例外 可他丢的那件东西 却是有点让人难以启齿 稀里糊涂的 胸衣没了 唯老不尊 望穿帝女气急败坏 美眸都燃了火苗 这句话 天学门的老家伙 是不承认的 啥叫唯老不尊 论辈分 你们哪个不是骨灰级 俺们才是小娃娃 没给你那啥一块偷了 就很给面子了 这 便是俺们大楚的名风 五尊少年帝走了 憋了一肚子火 后悔未听天王忠告 大楚的人何止神经病 那简直是不要脸 没他们不干的 清晨 和煦的阳光洒满华山 夜晨早早便起来 盘膝山巅 静心悟道 一连几日 频频有人来访 有长老亦有弟子 有属华山炼丹师 跑得最勤快 哪个都为空着手 以求炼丹傲义 夜晨自不吝啬 早已备好 人手一份 除此之外 便是弟子 是虚心来求教的 以不把夜晨当作小师弟 而是一个老前辈 他对道的造诣 还超越了老辈 火红的赤燕峰 一门庭若市 自清晨至深夜 人影往来不断 整得各主封手作 颇是尴尬的说 小石头真优秀 啊 是夜 一声惨叫乍起 传自赤燕峰 而后 便见三道人影 接连横飞出来 都如一缕幽光 飞向远方 能闻轰隆声 十几座俏丽的山峰 被撞得崩塌 他们 皆是华山真传弟子 与华阳一带 皆是不幸邪的主 跑去找夜晨切磋 夜晨颇善解人意 人赏了一个蛋一闪 第一真传都败了 这仨也是闲的 如小石头这等战力 神子神女不出 水雨争风 算算时间 那俩妖孽 也该出关了 多有路过弟子杨首 是目送三个真传弟子 飞向远方的 撞塌了十几座山岳 莫说身受 紧紧看着 都他娘的疼 可怜那仨被弹飞的真传弟子 还躺在碎石中 脑袋翁隆隆 唧唧歪歪的 唯恐天下不乱的主 不幸邪不行了 赤焰疯癫 夜晨悠然而作 握着刻刀再刻木雕 华阳也在 一同的还有剩下的几个真传弟子 着实不敢找刺激了 夜晨的蛋一闪 真真霸道 说蛋就给弹飞了 此刻 几大真传看夜晨的眼神 都如看怪物 神子神女都没这般可怕 这个新晋的小圣人 可不就是妖孽吗 这一夜 是论道 至天色黎明 众真传弟子才离开 夜晨乐的清闲 一块块木雕 摆得整整齐齐 由楚轩他们 亦有大楚的阴魂 给他足够时间 他能挨个刻出来 第三日 太乙真人与太白金星来了 颇为懂事 一人拎了两坛陈年佳酿 几百年都未舍得喝 都给人烧来了 敬赏了一座赤宴峰 华山老倒有魄力 道经认主者 自会重点培养 必是下一任华山之主 他年华山论道 无需为勤俭发愁了 俩老道来回地转悠 左瞅右看 一言接一语 聊得很开心 此番来就是来套近乎的 这小石头 会是一棵参天古墓 玉帝是否在闭关 叶辰一边刻木雕 一边问了一句 整个天界都知道 你会不知 果是如此 叶辰轻难 就说嘛 这么久还未见天庭召见 道经认主可不是小事 玉帝若未闭关 没理由不知 小子 你可当心险 英明纳斯 正四级报复 太乙坐下了 是良言奉告 在天庭待得久了 啥都看得明白 叶辰笑着点头 何须太乙说 去看华山外便知 暗藏的强者 必有英明的爪牙 就等着他出去 抢他的道经了 对此 他魂不在意 只在意上关羽 他会去天庭 英明实相还好 若定要与他过不去 他不介意掀了整个天宫 那啥 道经请出来呗 再给俺们瞧瞧 太白精心搓着手 笑呵呵的 大老远跑来 可不是聊天的 是来误导的 叶辰一笑 扶手之下 道经离体 天音随之响彻 两大仙人眸光阶亮 两手捧着 视若珍宝 昔日耗费大代价 才能换来一张 华山论道的情节 可如今 道经变在眼前 还是最炫耀的道经 总觉很不真实 此事 很好地阐述了一个真理 人脉很重要 叶辰 封天台上 无等你一站 未等两人盘膝悟道 便闻一道飘渺音 船自身处一座山峰 一语满载道运 想满了整个华山 颇具挑衅意味 本章完 第2588章 火树荫花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神子出关了 听文化语 太多弟子仰手 看吧 那妖孽按耐不住了 众华山真转弟子揣着手道 接一立山峰 眺望风天台 眸光雪亮 有大戏看了 意料之中 不少长老履了胡须 对华山神子挑战叶辰 丝毫不意外 叶辰未来华山之前 华山神子乃华山最惊艳的弟子 没有之一 如今 突得冒出一个石头巾 将他风头抢了个金光 能服气才怪 这一战 自开始便无可避免 能一指弹飞滑阳 不知对上神子 有几分胜算 神子不比第一针船 可不是一根手指 就能解决的 多事之秋 大事不断啊 这一战 必然惊艳 清晨的华山 本该宁静祥和 因这场战约 惹得轩然大波 各个山头都在议论 每一条山间小道 也都有人影 多以巨像封天台 会有一场美妙绝伦的大战 岂有不看不理 他家的神子 不地倒啊 赤焰风上 太白精心撇了撇嘴 自是见过华山神子的 在这散仙界 虽为圣人修为 实则 乃是一尊被压制修为的准地 这般挑战一个心静的小圣人 明摆地欺负人啊 谁胜谁败 未属可知 比起太白 太乙之神情就颇多深意了 更了解夜晨 对道的参悟极高 此番来华山 听得尽是他之传说 道经认主 地运分离 一日破四境 亦如出八丹 缔造的可都是神话 先前能一指弹飞华山第一针船 其战力绝对不是盖的 夜晨已放下刻刀 一步步扶摇直上 直奔一方 看其背影已是逼格渐满 在压制修为的下界 他无惧任何人 纵被压制到圣人的是大地 他也照打不悟 弹一闪不好使 那便试试他的大摔背手 一掌给你送到九霄云外 小石头 走错了方向了 封天台在那边 下方有弟子呼唤 摇指了一方 把某人的逼格 整得一塌糊涂 夜晨一声干咳 一个急转弯 变了方向 快快快 弟子们前呼后拥 一片接一片 朝封天台而去 连诸多的长老 也都揣着手过去了 要做忠实的看客 哪能少了阿曼 他以太白捋着胡须 怀揣着道经过去了 比起悟道 看热闹才更重要 华山的热闹最好看 以神子之心性 定不服他 乾坤封上 华山仙子轻语道 未去封天台 以他眼界 站着山巅便忘得见 叫他吃些苦头也好 华山真人淡道 倒是清闲 在悠悠地煮茶 无须去看 便知神子非夜晨对手 能一指谈非华阳 夜晨做得到 神子却做不到 这一点 便是极好的证明 何须开打 以分胜负 封天台 以人山人海 四方皆聚满了人影 山头和云端 也皆人阴乌央 有弟子亦有长老 已摆好了看戏姿态 此台 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上 能上此站台者 骑马的真传弟子级别 而普通弟子切磋斗战 都是去风云台 台上 一道紫衣身影 偏然而立 微闭着双眸 倒背着双手 道袍飘摇 黑发如铺 一丝丝一缕缕 皆染着光辉 通体龙目鲜光 映得他如一尊神明 伴着古老异象的神明 他 便是华山的神子了 同一代中 他在散仙界 乃至整个天界 都能排得上名号 乃华山内定的下一任长教 然 夜晨的出现 却打破了这个规则 下一任长教已是个未知数 华山真人的一系列举动 便已招视了一切 比当年 更可怕 真传弟子唏嘘 满谋皆忌惮 能让他们这般的 也仅神子神女了 连第一真传华阳也不例外 能一直将你弹飞 我倒不信 华山神女也在 清语生清灵 生得容颜绝世 神资曼妙 如九霄仙子 圣洁无瑕 他这一话 乃是对华阳说 华山弟子中 论战力 华山弟子排第一 他排第二 身为第一真传的华阳 便排第三 一个新晋的小圣人 一指弹飞第一真传 他如何感性 未与他真正战过 便不会知道 他有多可怕 华阳一笑 说得起也看得开 提起夜晨的名 谋中还多了一抹敬畏 华山神女俏眉微条 能清晰望见华阳谋中的敬畏 他还是第一次见华阳 露出这等神色 纵在神子和神女面前 也从未有过这等敬畏 这让他对夜晨 又提了一抹兴趣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能将他华山的第一真传 下成这样 道经认主 地运分离 一日破四镜 一如出八丹 他可不是一般的妖念 一个女真传弟子 意味深长道 那真得见识一番了 华山神女笑道 几年的闭关 出关之后 真惊喜不断 整个华山都在传说小石头巾 他自视震惊地 只因夜晨所做之事 华山从未有人做到过 来了 华阳漠然一语 深吸了一口气 眸子深邃了一分 也响亮了一分 他等这一日 也等了很久了 万众瞩目下 夜晨踏天而来 落在了封天台上 气韵浑然天成 不见修士气息 如若凡人 道经虽不在他这 但却有大道天音响彻 那是他自身的道 能见到 则四隐若现 果是不凡 华山神女南南 并非被夜晨气势射道 而是被他知道运经道了 那小石头对道的参物 以凌驾他之上 一个心静的圣人 能有此成就 不震惊都难 等你很久了 华山身子淡道 豁得开了谋 当时 便见两道 恍若实质的神芒 自他谋中迸射而出 洞穿了空间 神谋眼镜了道运 肆无忌惮地 窥看着夜晨 三年的闭关 他对道的参物 更上一层 自认整个华山弟子 都非他之对手 也自认下一任 华山长教 非他莫属 然 他的出关 却被一个个传说所淹没 一个名为夜晨的 小石金头 道经任他为主 分离了地道神韵 一日破四境 一卢出八丹 一个个神话 将其推上了最巅峰 华山长教极为器重 赏了令牌与山峰 给了珍宝与神铁 这般的后代 目的昭然若揭 要传他华山的一波 这等事 他怎会服气 他乃华山神子 华山史上最惊艳的神子 无人能盖过他的光辉 又如何能忍一个小石头巾 凌驾他之上 所以 才有了今日这场战约 他会当着整个华山的面 战败夜晨 已向华山长教 华山重手做 华山长老会昭告 他才是下一任掌门的最佳人选 他知眸光犀利 可对面的夜晨 眼神就颇奇怪了 竟是子府仙体 夜晨清男 与其诧异 看得出华山神子血脉 乃逆天的仙体 他诸天也有一尊 但却是年轻一代 未曾想 天界竟也有子府仙体 而且 还是华山的神子 难怪这般嚣张 对面 华山神子已抬手 竖起了三根手指 寓意很明显 三招之内打败你 见他竖手指 在场的弟子与长老 感觉都怪怪的 有属第一真传华阳 颇是尴尬地说 当日 他挑战夜晨时 也曾竖起手指 而且比华山神子更尿性 竖起的是一根 而后 小石头就教了他做人 一个弹一闪 霸天绝地 如今 华山神子竖起三根手指 下场多半一样 再看夜晨 就淡定从容了 与华阳斗战不同的是 他并未竖起手指 并非无自信在三招打败华山神子 而是不想太招摇 先前之事 已够招摇了 还是低调些好 未到透露真正实力的时候 他自有他的算计 一切皆为去天庭做准备 华山神子嘴角微翘 未曾攻伐 只见他先驱一阵 旋即 便见整个封天台 便也随之一颤 站台裂开 有一颗颗小嫩芽拔土而出 火稀萦绕 以肉眼可见之速度 生出了树干与枝叶 一朵朵银色的花朵 绕着鲜灰 傲然绽放 世人瞩目下 站台长满了参天古墓 真真的火树荫花 观战者眸光璀璨 分明未见华山神子结印 意味见他失神通 竟是勾勒出了 这么一幅美妙的画面 若换作他们 决然做不到 华阳他们也一样 这便是真传与神子的差距 但 那并非一般的树 是镇法一时异象 有封镜与画灭之力 华山神子的道 便是镇脚与异景 道困肉身 异化原神 三年闭关 你果是未虚度 华山神女笑了 自知这神通的可怕 西年封天台上 她便在此仙法中 吃了大亏 好玄傲的道 太白金星不免唏嘘 时隔三年 又见神子弦火树银花 弟子们的谋 异以生辉 也有不少人去了记忆金石 刻印刺灯景象 小石头该如何应对 长老们捋了胡须 望向夜晨 夜晨俨然然而立 淡定悠然 已绝有两股力量 封尽了她肉身与原神 若是一般的圣人 必难挡着神通会被极尽化灭 化山的神子 果是有几分道行 放在诸天也是一头人才 可惜 她并非一般的圣人 好一个火树樱花 夜晨一笑 并未动弹 亦未见她结印 只心念一动 当时 乾坤共颤 一朵朵火红的彼岸花 蘸了烟红的花瓣 有花亦有叶 开满了丰天台 每一朵都是她的道 那是彼岸花 弟子们精益 未亲眼见过真正的彼岸花 只在古卷中看过记载 相传 那等娇艳的火 只长在黄泉路上 有花不见叶 有叶不见花 生生世世都错过 好美的花 不止女弟子 连女长老们 也都看得美眸迷离 彼岸花生的太娇艳 暗淡了世间芳华 这小石头 见过彼岸花 暗中关注的华山仙子 翘眉微平了 也被烟红的花惊艳了 她也只听过 也未曾见过 此刻 连主察的华山真人 都不由侧目看来 很显然 叶辰是见过真正的彼岸花的 不然 又怎能演出此等异想 华山神子微眯了双眸 叶辰的彼岸花 竟比她的火树银花 还更悬傲 自带一种极为神秘的魔力 无法抗拒 浩大的站台 因彼岸花 又添一抹绚丽 勾勒出的美妙画面 如梦又似幻 是花与树的对抗 意识到语到的争雄 果然 华山神子的火树银花败了 银色的花朵 一朵朵的凋零 一颗颗火树 一颗颗的枯萎了下去 到蕴烟灭殆尽 整个站台 也只比暗花 还在站开花朵 四针又四环 小看你了 华山神子一声冷哼 顺身消失 再不秀技能 轻身功法 再现身 已是叶辰身前 掌刀临天而下 叶辰不语 一个侧身躲过 翻手一掌 拍向华山神子 为全力对敌 速度稍慢一分 卖了一个破绽给对方 有破绽 华山神子哪能放过 顿身避过 一直给叶辰身上 戳出了一个血洞 看样子 还想再拍叶辰一掌 尴尬的是 叶辰的拳头更硬 挨了一指 自会还回去 一拳轰得 华山神子肩骨炸裂 不想太招摇 不代表不揍你 一击对抗 各有胜负 许是速度要快 眼界低的弟子 都未看清的 只长老们眼光毒辣 看得眸子赠光瓦亮 两招了 地缘真人揣着手道 两招了 他知道 华山神子自也知 脸色多了一抹凶狠 真小看了夜尘 不止破了火树银花 连这身法 也极为诡异 为己多想 一缕紫色的仙气飞出 缠绕了其身 乃子辅仙体的子辅仙气 以为先天道气 极其的霸道 连连荒谷圣体的圣躯 都能切开的 不是一般的可怕 这就冻子辅仙气了 太白精心挑了眉 说的三招 若是做不到 多丢面子 太医啃了一口灵果 对华山神子之举动 颇为不耻 你可么真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的 这 绝对是华山神子的回答 为了在三招之内 打败小石头 已不顾什么脸皮了 动子辅仙气 没理由打不败叶臣 煞世间 子辅仙气飞出 画了一片紫色仙海 吞天灭地 本章完 第2589章 神子杀星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哼 站台翁洞 称步子辅仙海之威压 弟子们看得心惊 自知子辅仙气的可怕 连华山神女都满目忌惮 昔日斗战 也曾被子辅仙气重创 那片紫色的仙海 可怕至极 稍有不慎 便会被碾成飞灰 魂飞魄散 紫色仙海翻滚 看客们已不见夜晨身影 仙海中 夜晨偏然而立 能清楚感觉到 气血在被极尽抹灭 子辅仙气太强 如泰山压顶 一丝丝一缕缕 都能碾成一尊圣人 子辅仙体的先天道气 可不是闹着玩的 自然 它是不惧的 于仙海中缓步而行 如闲庭信步 感悟此仙气的玄傲 真真的不凡 也难怪在诸天 夜凡不止一次被重创 子辅仙体之霸道 并非虚妄 这就被镇压了 真传弟子们惊异 八成事 子辅仙气太凶悍 不少长老都摸了下巴 也想窥看子辅仙海 却看不穿 先天道气 自有先天遮掩 对新晋的圣人 也好意思动子辅仙气 一难修真传弟子撇嘴道 战力虽不如华山神子 却看他贼势不爽 华山神子冷笑 满目轻面 本不想动子辅仙气 但为了面子 只能不要脸了 子辅仙气都出了 不云没天理 可惜 他这装逼的姿势 还是没怎么摆好 在所有人望看下 一声龙吟乍起 传自子辅仙 而后 便见一头金色神龙藤月而出 龙躯脚剑 乃夜晨 已到化成的龙行 一个霸气侧露的神龙白尾 甩向华山神子 你 华山神子色变 失了守护神通 但还是被甩翻出去 所谓的守护 在夜晨神龙白尾之下 脆弱不堪 臣就破了 漫长哗然 难以置信 都知子辅仙气的可怕 竟也未能镇压夜晨 反而被冲破 给了化山神子重击 莫忘了 他有道经与地运 有长老笑道 道经与地运在矮门正 太白一声干咳 这话 听得四方一阵侧目 在看夜晨时 眼神多了一抹骇然 无道经与地运助威 竟都能破子府先海 三招已过 装插劈了吧 又是那难修真传弟子 恶呵呵的 声音虽小 但落在化山神子耳中 就如若震天轰雷 的确 三招已过 他未能斗拜夜晨 就好像被人扇了两巴掌 脸庞火辣辣的 高高在上的他 如何能忍 好 伴着一声龙吟 他也化成了龙形 冲天而去 硕大的龙眸 已多了一条条血丝 正将眸子染成心红 刻了一抹猙獰 同一瞬间 看客们接仰了头 望向苍庙 一惊一子两头神龙 大战正憨 撵得苍空 寸寸崩塌 龙吟声 如若雷霆 果是强的离谱 华山神女俏眉微平 对夜晨另眼相看了 要知道 华山神子本身乃准地 子府先气都出了 都未能镇压夜晨 一定意义上来讲 华山神子已然输了 只是 他哪里知道 夜晨并未动全力 若用巅峰状态 华山神子早已落败 夜晨若想灭他 何须三个回合 之所以这般掩藏实力 自是卫去天亭做铺垫 太过恐怖了 反受人戒备 他可不想整日被人窥看 把他看成一个打酱油的便吼 谁嫌的蛋疼 整日去盯着一个小石头巾 好 好 龙吟声雄魂 想满天地 修为弱的弟子 耳膜 都被震得一血 多有眩运者 站都站不稳了 大战波动太大 华山真人收了谋 继续煮茶 口中的这个他 自是指华山神子 无论星星 战力 天赋 都已败给了夜晨 师兄这般看中小石头 显然已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华山仙子坐下了 那帮老家伙 不会同意夜晨上位 华山派系之争 无以厌倦 可此番 无必会倾尽全力扶他上位 华山真人淡淡道 真要将华山交给神子 不出百年 华山必成天庭附庸 此间厉害 师妹该是知晓 六成以上的长老 都清和天庭 师兄之压力 师妹自懂得 但愿师兄力挺的小家伙 他年能压得住华山门面 他做得到 华山真人一笑 不经意间 已对那个小石头精 多了一抹强大的自信 那会是一个坚定的信念 哼 碰 哼 两人说话时 封天台方向的轰隆 愈发强盛了 遥望而去 叶晨与华山神子 已变回人形 一人助力西方苍穹 一人助力东方虚空 再以仙树对轰 惊天动地 叶大少的演技 一如既往的精湛 自始至终 都给人一种错觉 一种他与华山神子 旗鼓相当的错觉 反观华山神子 脸色就争鸣不少了 一次又一次将要拿下叶晨 却偏偏拿不下 对面那个石头精 就是个妖孽 两百回合了 咋还越打越强了 地缘真人神情奇怪 看叶晨那货 在战上八百回合 也多半活蹦乱跳 竟这般能打 真让无意外 太白金星则舌 先前仅是听太义夸赞 今日得见 真真信了 不止抗打 还很能打 对上他 有几分胜算 华阳笑看华山神女 未战过 并不知 华山神女叫韩旭 一瞧便知 藏着底牌 叶晨能与华山神子 站得不奋伯仲 但未必斗得过他 杀 一声嘶吼传下虚天 华山神子震怒了 争鸣着面目 再聚子府仙气 聚成了一柄紫色仙剑 一栋破开乾坤阴阳 众长老看得皱眉 连华山仙子与真人 也皆如此 华山神子所动之法 已超出切磋的范畴 这般极言利色 这般猙獰可怖 明显是要杀人啊 这是恼羞成怒了呀 暴露这等星星 更坚定华山真人 传为叶晨的决心 堂堂一派神子 竟是输不起 动了杀人的念头 若将华山交给此人 必定没落 他根本就没有 做掌教的胸襟和魄力 叶晨神色悠然 子府仙剑虽强 那也得能命中才行 然 他这脚掌方才抬起 还未等落下 便觉体内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作乱 来得太突兀 波及了他本源 喷了鲜血 破 子府先见到了 一见冠肠红 洞穿了他身躯 刺目的鲜血 如雨倾洒 滴滴刺目 看得诸多女弟子 都忍不住无眼 一击重创 华山神子气势大盛 一脸凝笑 横跨虚天而来 不准备给叶晨喘息机会 也真正动了杀鸡 要将叶晨诛灭 也省得日后成祸患 说白了 就是怕叶晨危急到他 天人五衰 叶晨吻了身形 皱下了眉宇 以寻出那股神秘力量的出处 乃自身的一种结束 进阶圣人时 必会出现的一种结 也对 阴结之后 他已非荒谷圣体血脉 进阶圣人时 会有天人五衰结 未等度过这等结 倒是忽略了这一点 可他想不通 这天人五衰 为何迟到了 他已是圣人巅峰 将要突破大圣了 这个结果眼上 咋还有这等桥段 死吧 华山神子杀到 一箭无匹 一瞬 叶晨强行镇压了 天人五衰 一步挪移 避过了一箭 翻手 一记大衰背手 轮翻了华山神子 虽依旧未动全力 可这一掌 却是颇够分量 还敢对老子动杀鸡 颇 华山神子喷血 横飞出去 脸色又争鸣一分 都不知是如何挨的这一掌 明明受了重伤 又乃来的反击之力 吾不信 但闻这次一声怒吓 豁得定住了身形 眉心神盲暴射 那一面神镜 是他的本命法器 万道神盲垂落 寂灭无匹 叶晨就干脆了 拎出了定海神针 一棍给其敲了个粉碎 破 本命气碎裂 华山神子又叠血 难以置信 那可是神铁铸造的神镜 竟这般被敲碎了 他的本命气 未免太脆弱 那根铁棒 真好宝贝 太多人仰手 盯住了夜城手中的定海神针 一棍敲碎神铁铸造的本命气 绝对的凶悍 挨上一棍 感觉该是不错 不少老家伙捋了胡须 扑 扑 扑 虚天的一幕 就颇为血腥了 小石头拎着铁棒 大展神威 一路压着华山神子抱锤 一棍更抵一棍霸道 棍棍见血 啊 华山神子披头散发 丝毫声震天 美美欲反攻 皆被打回来 身负做多地道仙法 竟都不及夜城一根棍子好使 为等他定身 夜城一棍诱到 一棍给其送了下去 伴着一声轰隆 华山神子与站台亲密接触了 浑身血骨淋漓 也不知是伤得太重 还是本命法器遭反噬 竟昏厥了过去 久久都未见起身 实则 是夜城一棍 力道太强 于神子而言 昏过去也好 这若醒着 自受不了四方的眼神 尼压得一带准地 竟被一个小圣人干拜了 以华山神子之星星 不发疯才怪 何等早过这等惨败 夜城从天落 擦了嘴角鲜血 一个突兀的天人武衰 真来的 让他措手不及 阴劫前未渡这结束 阴劫后却要补上了 可他依旧搞不明白 既是有天人武衰 为何迟到了 可笑的是 在场所有人 包括暗中的华山真人 与华山仙子 都以为夜城已渡过天人武衰 此番若知晓 必也惊异 看吧 还是我好心 依旧是那个南修真传弟子 一跃上了站台 带走了昏厥的华山神子 嗯 准确说 是一手拽着神子一条腿 一路脱下去的 看得四方人嘴角直扯 报复 这绝对是报复 不过 这幅画面 看着还是很舒爽的 特别是平日被神子欺凌的弟子 都有一种跑上去 狠狠踹他挤脚的冲动 赢了 地缘灌了一口酒水 心情还是不错的 他与华山真人属一个派系 平日一看不惯神子 更期望夜晨赢 也更期望夜晨 能继承华山的衣钵 成下一任华山长教 有人欢喜 自也有人忧 太多长老的脸色 都是阴沉的 而他们 并不属长教一派 都是站在神子一方的 如华山先子所言 华山派系之争 六成以上的长老 都与当代 长教不合 表面风平浪静 实则 暗潮汹涌 历代哪一次长教继位 都少不了血雨腥风 这 便是正治 漠然间 一缕白光飞上了战台 没入了夜晨体内 仔细一瞅 乃是一枚丹药 而且 还是一枚八文丹 疗伤的神药 初丹者 乃华山神女 夜晨浑身的伤痕 瞬间复原 弟子长老皆侧眸 望向了华山神女 看样子 他也想找夜晨练练了 不想占夜晨便宜 不惜给出八文丹 与夜晨疗伤 夜晨就很上道了 又硬生生的 挤出了一丝鲜血 好吗 华山神女也慷慨 又给了一颗 真是个小富婆 这下 看客们又作证了 小石头打败了第一针船 逗败了华山神子 若再赢了华山神女 那就真的包园了 点到为止 伴着清零的话语 华山神女偏然落在了站台 笑叶如花 一双灵彻的美眸颇洁净 演化着道运 好说 夜晨扭动了一下脖子 没有打女人的习惯 但也不会怜香惜玉 又不是他家的媳妇 谁家的谁心疼 华山神女一笑 微微闭了谋 下一瞬 又豁然开河 就是这一瞬 夜晨神色当场木讷了 双目也空洞 仿佛变成了一个傀儡 看其脸上 再不见一丝人之情感 对面 华山神女也好不到哪去 神态跟夜晨一般无二 战况就是这般戏剧性 一句简单的对白 一个幌似成了冰雕 一个仿佛成了石像 一个处在站台东方 一个处在站台西方 都不动了 就那般对立而战 画面极为诡异 这 太乙真人挑了眉 都不知发生了啥 莫说他 四方弟子也看得一头雾水 大梦无极 帝缘真人眸子微密 眼界颇高 已看出了端倪 唏嘘又咋舌 好你个丫头 还敢用这心法 看出端倪的 可不止是他 凡看出着 嘴角皆直扯 咋都不动了 更多人挠头 这画顶好使 方才落下 便见华山神女动了 一步两枪 与此同时 对面夜晨也动了 摇晃了一下 险些灾倒 你扯淡的吧 华山神女张口便骂 然 画是从他口中说出的不假 但却是夜晨的声音 没错 是夜晨的声音 更准确说 他元神在华山神女的体内 怎会如此 对面 夜晨一脸的猛 话语自视女婴 很显然 华山神女的元神 在夜大哨的肉身里 未曾雾透 便拿出来用 这等秘法 也感谢 别扎唬 让我想想 你这好的 真不知如何当上神女的 一个小石头精 一个华山神女 一边处一个 也不干架 竟搁那斗嘴 没有一人说话 看客们眼珠便摆动一下 瞅瞅这个 再看看那个 这俩人 好像是换了肉身啊 真是戏剧 乾坤风的华山仙子 与华山真人 表情也有够奇怪 看得颇真切 华山神女 试了大梦 无疾不假 却是出了问题 稀里糊涂 便与夜晨换了肉身 看这架势 还换不回来了 于是乎 本该是一场惊艳的大战 此刻愣成了打嘴杖 不明所以的弟子 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这是啥个桥段 本章完 第2590章 帝宫的阴谋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华山风天台 人影泱泱 画风颇有情调 夜晨脸色发黑 对华山神女这波操作 措手不及 打架吗 并非不让你用梦道仙法 倒是雾透在用啊 就你这半调子 与我媳妇差远了 真要与她打 瞬间就能将你秒成渣 对面 华山神女神情尴尬 一阵慌乱 三年的悟道 她自认以悟透大梦无极 也已被列为她之底牌 是留着对付华山神子的 要在五月斗法时 惊艳四方 谁曾想 她以为乌透的梦道仙法 竟给她整了这么一个惊喜 倒是没啥反噬 却一不留时而换了肉身 而且还换不回来 如这等诡异事 自她修道以来 还是第一次遇见 先前试此法 从未有过这等变故 华山神女喃喃自语着 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何止夜晨 连她也措手不及 有意思 太白摸了摸下巴 瞅瞅夜晨 瞧瞧华山神女 这场比斗 可比先前与华山神子那一场 精彩太多 得元真人揉了眉心 五月斗法将至 代表她华山的神子与神女 一个被打成了残废 一个被换了肉身 皆已不再巅峰状态 实力大打折扣 能赢才怪 这两场切磋太扯淡了 咋就换肉身了 这是啥个桥段 必是神女动了进法 出了某种未知的变故 真太新鲜了 四方议论声 此起彼伏 神色有够精彩 议论声中 夜晨与华山神女 还做着努力 与元神出桥 奈何 他们皆小看了大梦无极 冥冥中有一股神秘力量束缚 元神皆无法顿离肉身 或者说 被困在了肉身之中 来乾坤风 飘渺话语传来 出自华山真人 文言 夜晨深吸了一口气 忍了发飙的冲动 一步登天而去 直奔掌教山峰 值得一说的是 她背影还是很歉理的 华山神女干咳 一扶摇直上 可她的走路姿势 就有点娘了 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特别是下身的那根罐 好气散场了 华阳摇头一笑 日后 要多去吃雁风转转了 几个不靠谱的真传弟子 都在意味深长地摸下巴 若换不回肉身 那得好好研究研究夜晨 嗯 准确说 是好好研究研究 华山神女的肉身 丰天台 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太多弟子唏嘘 华山的神子神女 一个被打残 一个换了肉身 惊喜不断 此番五岳斗法 你华山多半很尴尬 太乙真人捋了捋胡须 硬憋着微笑出来 他此话 是对帝元真人说 帝元老到还在揉眉 这还用说 必定会很尴尬 赵神子与神女此刻的状态 能打赢才怪 能出阵的 哪个是泛泛之辈 这边 夜晨与神女 已先后落在乾坤峰 夜晨还好 有过与女子换肉身的经历 倒是华山神女 脸已红了个顶透 入主男子肉身 针破天荒的头一回 早与你说过 莫再动纳仙法 偏事不听 华山仙子轻笑 绕着夜晨与华山神女 转起了圈 梦到仙法反是多为魂恶 但这互换 各自肉身的情节 他也是闻所未闻 能否元神出窍 华山真人悠悠道 夜晨摇头 华山神女一摇头 若能出窍 还搁着扯淡 华山真人五指张开 叹向了华山神女 欲用大神通射出夜晨的元神 只需元神出肉身 剩下的皆好说 可惜 他未能成功 非他道行不行 是大梦无极太寻傲 掌教都束手无措 夜晨干脆一屁股作难了 乾坤风上 因此堕入宁静 神女静静处着 华山真人 只静静屡胡须 而华山仙子 也在苦思冥想 欲求解救之法 山下 已聚了不少弟子与长老 扬着脑瓜子看 颇想上去瞧瞧 发觉掌教开了结界 无他命令 谁都进不去 时间久了 聚集的人界缓缓散去 口中唏嘘不断 华山深处 一座巍峨的地宫中 华山神子静静躺在石床上 夜晨一棍在太猛 昏厥至今未醒来 脸庞上还残存着争鸣色 映着暗淡月光 如若一头恶魔 自个儿做着恶梦 也想把外人拉进来 一同遭恶难 而这个外人 自是指夜晨了 石床的四周 立满了人影 皆先锋道骨 白胡须飘摇 轻衣甩的华山长老 有六成以上 都是太上长老 所属派系 是与华山真人对立的 看其脸色 皆无比的难看 谁会想到 他们精心培养的神子 竟被一个心静的小圣人打败 还被毁了本命气 伤得不轻 战力已不再巅峰 如何能在五月斗法上大放一彩 又如何能逼宫 让长焦让位 可以这么说 夜晨的出现 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他 必须死 一尊太上长老冷哼 谋中 寒芒四射 莫不如 将其暗杀 大长老试探性道 莫在华山动手 一赤发太上长老弹道 看样子辈分不低 说话时连眼睛都没睁开 倒是稳坐泰山 无听闻 掌教一会带夜晨去五月斗法 出了华山 便无需回来了 一不做二不休 连掌教一块做了 万事大吉 另一张长老应笑道 无以联系天庭八太子 会助五等重掌华山 宁静的夜 幽暗的地宫 一场篡位的阴谋 已然在计划中 阴森的面目 比华山神子的神情更可怕 要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将华山一脉 重新洗牌 废了掌教 扶神子上位 此事 华山真人自是不知 还割那缕胡须 想解救之法 怎会莫名其妙 换肉身 华山神女坐一方 双手抱着双膝 还未整明白这变故 自始至终 都在喃喃嘀咕着 去看夜晨 就有点不怎么样脸了 总会在不经意间 摸摸自己个的身体 还颇是享受 尤为关注胸前的两个大馒头 柔滑而细腻 除了型号小点 手感还是不错的 每逢此刻 都会惹来神女冒火的美眸 脸庞越发红了 若是眼神能杀人 夜晨多已在奈何桥前 喝孟婆汤了 夜晨干渴 总会飘向漫无边际的星空 撇嘴不断 老子好端端的 是你偏要找刺激 就你这三维 俺家媳妇随便拎出一个 都能碾压你 闲着也是闲着 摸摸怎么了 神女气急败坏 有那么几个瞬间 颇想拎出剑 给伸上来一刀 将夜晨的小兄弟切下来 找个地儿好好安葬 别说 他真就拎出来了 而后 还给夜晨抛了一个痴人的目光 眼神好似在说 再敢胡乱摸 切了你的小弟弟 夜晨自不耸 拎出了定海神针 也给神女抛了一个迷人的小眼神 眸中分明刻着一句话 你信不信 老子给你破了 他俩火药味泼浓 看得华山仙子忍不住发笑 这俩小家伙 真真一对欢喜的冤家 这乍一看 还真挺般配的 莫说他 连华山真人都这般认为了 两尊大仙 此刻寻思的 已不是如何将两人原神归位 而是两人的终身大事 得想想 如何给他俩 弄到一张床上 来年还能抱个娃 可有对策了 许是觉察到 俩老家伙眼神不正常 夜晨不由问了一句 老子还有天人舞衰竭呢 别搁这扯淡 华山真人一生干咳 恢复了前辈姿态 尚无方法 这三日 尽快适应这句肉身 华山仙子看向神女 寓意很明显 华山斗法降制 身为神女的她 是要代表华山出阵的 总不能让夜晨带她去打 风扇先帝无境界压制 夜晨这个小圣人 哪拼得过准地 神女深吸一口气 亦是无奈 闭关三年 修为与道运皆精进 自认能在斗法十位华山争光 谁曾想 来么这么一处变故 并非她之肉身 战力自不在巅峰 甚至还不如闭关前 不用去想 便会败得很惨 她会败 这个如庸置疑 神子必定也会败 这个也无庸置疑 这一届五约斗法 她华山一派 已注定了尴尬 想到此 她又瞪了一眼夜晨 皆是因这个小石头 又一次被她这般扫看 夜晨自是不干 这特么能怪我 明知五月斗法将至 你俩就老老实实的呗 偏偏跑我这找刺激 你家的神子 真是一头人才 还敢对老子下杀手 你也出类拔萃 论起战力不咋地 却着实挖了 一手好坑 且先回去 华山真人扶了手 夜晨翻身跳起 直奔赤焰峰 那俩手依旧不老实 胡乱地摸 华山神女气急 赶脚追了上去 一路都在警告恐吓 班佩 身后的华山真人与仙子 齐齐吐露了这俩子 只可惜啊 那俩小家伙并不来电 目送两人离走 华山真人也揉了眉 结果眼上出这档子事 真真始料未及 此番五月斗法 他这华山长教 注定要受嘲讽了 一番窝里斗 将他华山两员大将 都给整废了 莫不如传训 退出五月斗法 华山仙子轻语道 真人摇头 深吸了一口气 先被定的规矩 岂有打破之理 胜败乃兵家常事 无华山一派 还是输得起的 本章完